你教授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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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怎么了 我在这边看我跟我的导师照片 他突然说我是个变菜 把我 我这边有证据 我在看我跟我导师 照片 那我就是认错人了 我看到我之前看到一个掌握很像你的人 你教授名字 你教授名字 随便学院长 我帮你处理 我帮你处理 我是航师研究生 你教授名字 我帮你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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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帮你处理 我帮你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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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帮你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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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上去 我讲什么是这样 我在 我在看 我在看我跟我导师 嗯 就是合照嘛 他突然就是说我是个变态 我在拍他 我在拍他 我在跟随他 我在尾随他 我根本就 我根本就不想认识他 没有啊 我之前就是 就是因为有个人 跟着我 我都很叹 我都很叹 谁跟着你啊 你是什么人 你是什么人 不是啊 不是啊 因为我跟着他 就是他认为我是个变态 他就认为有人尾随他 一次这是杭州大学啊 什么杭州师傅大学发生一件事啊 发生这个事情以后呢 因为现在全中国什么事情都不讨论了啊 什么事情都放下了 要讨论女性构陷男性偷拍这个事儿 发生这个事以后呢 大家呢都群情积分啊 那为什么群情积分呢 我等会再分析这个事儿啊 那现在呢 杭州师傅大学呢 回应了 这个杭州师傅大学 是不是马云的那个母校啊 说我们深感歉意啊 因为占用了大家的这个社会资源了 啊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严肃的认真的啊 处理这个事儿啊 但是啊 新浪的那个热搜有一个热搜词条啊 啊 但不是官媒认可的啊 热搜 但是新浪 给出了这个热搜词条 基本上就是半官方了 啊 给出了个什么词条呢 啊 疑似杭师傅大女生家属啊 发声啊 啊 给出了两个 给出两个这个词条 给出两个啊 但我们看 刚看这个视频里 跟拍的好像是个女的啊 啊 就是拿着这个照相 拿着这个手机拍的这个角度 跟拍的这人是个女的 那么家属说什么呢 家属说这个家伙 他就是那个性骚扰 或者骚扰 没有性 或者骚扰 或者霸凌这个女生啊 已经发生过多次了 证据呢 是在这个下面贴的 帖子上涂出来 这里有证据 为什么女孩子当场说说不认识 认错人了 是太凶了 害怕 为了安抚他 只好说不认识他 我是视频中女生的家属 真实的情况和大家看到的不一样 视频中的男生从2022年年末 开始陆陆续续对女生有多次骚扰行为 虽然女生明确表示拒绝 但男生还是不断骚扰大话 中间与辅导员反映多次 6月13日下午女生正在打电话 突然发现此男生距离他很近 女生被吓坏下意识的喝斥 希望喝退男生 结果男生暴怒出现了视频中的一幕 女生实在是因为害怕才会说出认错人了 希望男生不要做出过激行为 而事迹上并没有认错人 我们已经报警处理了 以下聊天记录是 今年4月7日与辅导员的聊天记录 请大家理性看待 谢谢 然后就贴了一大堆的证据在这里 红色战袍啥意思兄弟 我不太理解 哦 这个热搜词条12是另外一件事是讲的一个小学生被老师打得都出淤青了身上 然后一群家长呢 赞美这个老师 讨好这个老师 当然这是比较常见的了 就是 这种暴力最充斥的就是 就是如果有那个什么那个经历 就是老头和鸟屁的关系就是这样 其实不是人类世界这样了 你看狼也是这样 做狼做了狼的首领的 那个所谓的那个他下面的下属的狼 那个献媚就是舔他的这个嘴巴 只要舔上了 证明你献媚成功了 表示你臣服 可是这个动作在动物界是非常危险的 一边这个狼首领享受着被舔这个嘴巴的这里的快感 一边他要承担着风险 因为离喉咙很近嘛 很容易借此机会暗杀 这个好像我是看那个动物那个 这是真实的动物世界 狼的真实的这个动物性 你献媚的时候 等会我们再做新的视频再说这个事吧 那么现在 全社会都对这个构陷男性偷拍这个事件 产生了热烈的浓厚的兴趣 首先走进了全国人民心扉的就是那个 四川大学 传媒啊 那个女研究生啊 说那个女研究生从高中的时候就讲她非常的怎么不堪啊 然后呢现在好像在讹厂 在压厂 在讹厂 在讹厂做实习 啊 然后呢在地铁上呢 在广州的八号线上 说一个大叔偷拍她 那个大叔呢 说我没拍你现场验证过 没拍 但是他还说大叔 猥亵他 把人就那个公开的网上去 这个事件是到了一个高峰 到了一个高峰 我以为这个高峰就要回落 不是啊 下一个高峰呢 就是昨天条条上有一个成都的小作文啊 就被构陷的啊 我觉得那个小作文非常明显啊 好像是压了一场戏 而公权力机关 如果他是他那个是真实的报道 是真实的 好像公权力配合他演了一场戏 当然公权力你要他他反省过来的时候啊 就好像头狼的那个关系 你小心一点点啊 当然你献媚的时候 你虽然很容易就可以把头狼的喉咙咬断 但头狼头狼也很容易就把你干掉 你知道啊 过分了 再一幕呢 就是那个 好像是还是成都吧 就是抓到一个现行啊 这个也是有新闻报道的 我都忘了发生在哪里的 那现在在这一幕呢 就是杭州啊 杭州一开始的那个上新闻呢 说是那个这个女孩子又构陷这个男生 那么现在的这个剧情呢 似乎存在着反转的可能性啊 我谈了那个啊 就是流浪天涯啊 那个风哥啊 谈了一些个对于他的看法 其实谈他的对他的看法呢 就基于啊 这个社会啊 是怎么样的发展的啊 你文明的社会肯定的不能是像狼那样去发展 是吧 狼那样的一个社会呢 他就是讲所谓的优胜劣汰 人类社会非常的聪明啊 就是文明的社会啊 他会把社会分成很多的层面 很多的场景 那非常的丰富 比方说 人有所谓的鬼性 人有所谓的这个强盗性 啊 比如说人啊 很像有那种强烈的啊 这个啊 这个 他既不像动物 又不像其他的东西 但是人类给设计这样的场所 比方说那个情色场所啊 比方说赌博啊 赌博啊 我相信其他的动物好像不太常见 这种东西吧 当然有的地方赌博不合法的 我不是说赌博一定是好事啊 但我也没有完全说这个玩意 是完全的坏事啊 那你看赌博 赌博就是给人类设计的这样一个东西 比如说人还有利他性啊 就是有有有教堂有寺庙这样的设计 那和利他性的这个 教堂和寺庙的对面是什么 人类没有设计 但是不见得不代表这个东西没有 是吧 那个那个赌啊 是不能代表的和这个啊 教堂对应的 教堂能对应的那个东西 人类不敢设计出来 但是有那个东西就是磨 是吧 那个到底在哪里 可能在每个人的心里吧 那人类就是社会没有满足这个东西 你比如说这个人的竞争性 体育啊 像这个 像这个 交易啊 做生意啊 市场啊 都体现了这个竞争性 它其实就有点体现那个优胜劣汰这个东西 但是除此之外 现在我们知道人类社会还有好多的东西 比如说 政治啊 比如说法律啊 它有好多了 不只是说生意啊 赌场啊 啊 卡拉OK啊 是吧 我都不太懂了 什么KTV什么 不只是这些个东西了 还有啊 像政治啊 法律这些个东西 在那边那些个东西 它强烈的体现于这个 狼 狼头领 受这个 群狼 公位 相反的东西 啊 那个 狼头领 像被群狼崇拜的那个东西 啊 它是一种啊 弱向强 我 我能咬 我能干 我能打架 我胜了 你们都得那个崇拜我 这个政治法律什么 它要搞相反的东西 它要搞什么东西呢 我我称为啊 就是人类社会的良心 它它不是一定具有神性 是吧 这个跟那个教堂 跟寺庙那个神性 还不太一样 它就是人类社会当中 行手的良心 你要占弱者 那个狼那个东西 它不占弱者的 当然这个 真的狼不见得 他就一生出来 小狼都吃掉是吧 这个还是不明显的 我觉得魔性里面 应该是完全体现的 比较明显的一个东西 长鼻猴 我不知道那是谁啊 这都像谜语一样 因此呢 人类社会的 它天然的就占 弱者 我说的天然 也不是说你生下来 就具备这个东西 就具备 我们是要有一个良性的社会 还是要狼性的社会 就是这样 所以说我们应该就是要 在弱者 那是有良性的社会 可以说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 具备的东西 它真的不像天然 那天然呢 就是那个狼性那个东西 贱的弱者就死了 不管是女性啊 不管你是女性啊 不管你是这个孩子啊 不管你是老人的 反正你没用 你没用的人 就要霸凌你 那么 与良性社会相反的人群 见到这种霸凉 他就狂欢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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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那要铺上来 就要围观 就要吃 吃一口肉 闻这个血腥的东西 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就是处于弱者的东西 霸凌啊 是一种被霸凌人 是一种投射 就是每个人都看到被霸凌的这个样子 就是内心自己 怯懦了自己 因为自己也这样被霸凌的 这很有意思吧 就是越被家暴的人 或者某种暴力下扶持 固有 培育 因为资认下的人 他就对这个东西学习 他就 喜欢 就扑上去 以正义化呢 暴力 这个 我发现有一个事是很有意思的 你比如说这个小破站 小破站他 他整个的底色就是 日本 二次元吧 B站吧 但是喜欢这里的好多朋友呢 他就瞅日 啊 要知道那个游行所那个 那个 那个家伙的典型的代表 就代表了大部分这里的群体 但是他们特别喜欢这里面一个人 叫天海又西 演了一个呀 女王的教室 这个电视剧 哇天 女王的教室那里的剧情离奇 哇 说这个老师能力超强 但是有争议 啊 今天到这个学校里第一天上课 说我的天哪 挤满了这个家长 学校的老师领导 围观 啊 老师 学生就提问了 说老师 据说你在上个学校 把学生逼得都跳楼啊 哈哈哈哈 老师说是啊 啊 啊 在学校里我们这么爱你 我们关怀着你啊 啊 我们在锤炼着你长大 你将来 你们走向社会 谁管你们的 是吧 但那时你就完了 现在我就要认真 阳格的锤炼你们 哎呦喂 家长啊 鼓掌 老师也鼓掌 学生也激动了 鼓掌 像这样一幕啊 漂亮国啊 不太容易出现啊 即即便他出现 在漂亮国肯定 肯定把他骂 骂话不行 有一半 所以说他们这个日本 我不太喜欢日本 我觉得日本 它不够杂乱 那个文化 是吧 不行 鼓掌 我说这不是个暴徒吗 是吧 就是我 我发现很多 太多这样的人了 尤其还是个名人 他特别崇拜暴力 我说这不是个暴徒吗 怎么 哎呦喂 那些个小伙伴们 要找到我 喊他喊杀 你在哪里 我那个完了 我那个账号死掉了 那个 就是我一先在小伙伴 那个账号死掉了 完蛋了 我终于也停止了 就是大家也可以在黑板上 挂上这些个人 或者画到一张草图上 想想自己的人生 想想想这个 现实的人生 自己的经历 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有人喜欢霸凌 而且 它不是一两个 它是一种群体效应的问题 当然你这个霸凌了以后的 你带来的缺 对你个人的影响 就是梦寐 就是没办法认识善恶了 摆好看成坏 摆坏看成好 摆善良的看成邪恶的 摆邪恶看成善良的 那你对别人有什么好处呢 只有有一个好处 你就是你这个样的人 四六不懂了 是吧 完蛋了 是吧 不具备一个正常人的大脑了 让你搬砖 你就老老实实的搬砖 有的老板喜欢这样 你就是 你这非常难理解是吧 你说这样的老板 怎么喜欢这样子 喜欢 就是你是 你因为你不起名 你就是个盲众了 是吧 你盲众 你就适合干搬砖这个活 那么富士康 曾经被那个 美国这个记者调查 是吧 这不认其轩大波吗 说我们真的没想到 没想到什么呢 说这个企业都找 这个智商啊得要那个高的 怎么富士康这里面 智商超过85不要 所以说这个美国的记者 非常的赞叹 是吧 没想到人类还有这样的人类社会 当然你这沉沦在这里面 那你很很好被驱动了 驱从了是吧 不是个奴隶 就是个奴才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命运等着你了 我只能讲这么多了 所以说这个 像那个流浪天涯在封哥 我做了两次视频被咔掉嘛 是吧 那个流浪天涯那个封哥 那个讲的主轴现在也是这些个东西 就是慕强崇拜强者 所谓的能者上 能者上这个东西他人类是需要的是吧 竞争吧竞技吧 你这个不行的人 你就不行是吧 这个东西就纳粹也很喜欢这个东西啊 什么那焚尸炉不就根据这个东西弄出来的吗 你二战的时候所谓的那个日本人 那些个所谓这么善良的那些个人的父亲 那个这么温顺的人的儿子 怎么到这里就烧杀强烈 后来变成野兽 不就是这个东西来推动他的吗 人类需要这个东西是矿定在一个舞台里面 你不能越接出来是吧 人类的社会就不能再要原始森林那个丛林法则了 人类社会要建立有良性的社会 他就是在弱者天然在弱者 那个风哥不有一句话吗 好家伙你们底层人无敌 他就是底层人无敌是吧 但是在漂亮国对底层人无敌是有制衡的 就是独立大法官嘛 就是那个风起云涌的多如牛毛的自救组织嘛 是吧 这样的组织那样的组织 他有很多的手段来制衡这个东西嘛 我非常喜欢呢 就是将来你们批我这个农民工 我才还初二没读完 去大学给你们讲课是吧 而且还让我敞开的讲 因为我现在每说一句话 我都怕 我现在连着直播了 我怕咔嚓都停下来 先说这么多吧 可以讲的很难